而江部观光局也针对了国家风景区风并行的景点全面关闭 在开放型景点部分出入口处也都放置告示牌请游客不要前往 不过在玉山国家公园入口处还是可以看到有民众想要入山登山 警方也提醒游客要保持社交距离 请洗手戴口罩 同时也劝导游客尽量还是回家吧 非必要不要出门 华年线22号出现三件的确诊病例 但是南区三项镇热门风景区还是有不少外地的游客前来观光 为了提高游客的防疫警觉 玉里芬局长陈卫文率着了排出所所长林振颖 副所长何敬荣组成防疫宣导小组 利用假日到玉山国家公园 南安游客中心 南安瀑布 巴通管古道等景点实施防疫宣导 经营新冠会员 花园县政府已发布三级管制警戒 连接民众里进入孤岛口 与民车场这边斗勇气 并且交一分约要戴口罩 我们一人分级折牌所政策会们牵导一下 除了贴心提醒游客保持社交距离 请洗手戴口罩之外 也劝导游客尽量待在家中 非必要误出门 以免产生破口 防疫宣导 民众利用假日到本辖 玉山国家公园 南安游客中心 南安瀑布 巴通管古道景点 提醒游客应保持社交距离 请洗手戴口罩之外 也劝导游客尽量待在家中 非必要误出门 以免产生破口 班局长陈伟文说 班局配合防疫政策 持续结合卫生主管机关 扩大落实八大类场所的稽查 强化防堵疫情的扩散 针对人潮疫群聚场所 高传播感染风险场域 观光风景区等加强防疫稽查的宣导 也请民众务必要全程佩戴口罩 记者高双双卓西域里采访报道